当地时间17号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堪培拉 集体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议长莱恩斯 众议长迪克 李强表示 中澳关系经历曲折后重回正轨 来之不易 下一步要取得更大发展 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两国立法机构在其中的作用十分重要 中澳经济高度互补 合作空间广阔 希望澳联邦议会 积极支持两国务实合作 为此提供良好的法治保障和政治氛围 中方支持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 欢迎澳联邦议会议员 多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 实地了解中国的发展变化 为增进彼此正确认知 发挥积极作用 莱恩斯和迪克表示 澳方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 保持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 澳联邦议会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沟通 推动澳中关系不断发展 造福两国人民 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